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 为了争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迈西尼国王阿加门农率领庞大的希腊联军 对爱秦海东岸的特勒伊城开设了长达10年的围攻 然而由于特勒伊诚实坚固 军队勇猛 希腊联军始终无法攻破 正当全军士气低落之时 一个名叫奥德修斯的将领想出了一条妙计 他让希腊军队扬帆起锚 假装撤退 只把一个巨大的木马留在了海滩上 特勒伊人以为敌人走远了 就把木马当作战利品运回了城内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木马肚子里其实早就潜伏了一队希腊士兵 他们趁着夜深人静偷偷钻了出来 杀死睡梦中的守军 并打开了城门 藏在附近的希腊军队如同潮水一般一拥而入 轻刻间就将这座繁华的城市洗劫一空 当我来到古城遗址的时候 一眼就看见了门口处理的巨大木马 如今的游客可以沿着木头楼梯爬进去 亲身感受一下躲藏在里边的滋味 既然到了这个木马这块也得上来看一下 这个里面是这样的 有点意思啊 它是这个样子 这边就是木马的内部啊 它有两层 这里头哪能藏下多少的军事哦 我们在这块拍个照 从这儿看 把照拍就对了 那边是木马的头啊 它这个木马的这个侧面啊开了好几个窗啊 它上面有两个窗 然后下面大概有四个窗啊 咱们再去上边看看 啊上面是一个比较小的 哎呦 哎呦 两层上下两层 你说藏在这样一个木马里头 其实真的是藏不到多少人 如果都是站着的话 我估计也就能藏到二十个人左右差不多 二十个人你想能掀起多少风浪啊 掀不起多少风浪 一层一层的垒着 我觉得估计能藏着一百个人 能藏一百个人左右 而且像这么大的肚子 中间是空心的肚子 这不可能不被人发现的 我现在来看的呢 就是木马图城记里头的那个古城 木马图城记里的那座古城啊 这个传说中木马图城记的发生地 就是在这啊 特鲁伊古城不止一座 它一共有九座城市 它是从公元前三千年 一直到公元后85年 持续三千多年的时间内 修建了九座城 为什么修建九座城呢 是因为他们这儿的筑城的技术啊 是用泥土放到一个砖形的模子里头 然后放到太阳地底下去晒晒干 变成这种太阳砖 就是由太阳烘烤形成的这种泥土砖 是用这种土块垒的这个城石 建的这个房子 每过多少年以后 它的这个建筑材料就会破损 修复这些房屋的时候呢 这些土块啊 它都碎掉了 就不能再用了 这个时候呢 就得造新的砖建新的房子 原来那些老城呢 就会被废弃掉 因为它已经没法修了嘛 是由于这个原因 所以呢 在长达三千多年的时间内 先后建造了九座城市 最开始的那个城市规模 其实是非常小的 然后呢 到最后 到第九座城市的时候 它的面积已经是原来那个城市的十倍了 木马屠城记 这个战争发生的年份呢 其实是第六座城市 第六座城市 整个遗址从上到下 一共堆叠了九座城市 每一座都建在上座城市的废墟之上 其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第二座 第六座和第八座城市的遗迹 如果大家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市的游览 那么在开始之前 就一定要看看这张遗址分布图 黄色的部分代表第二座城市 它的建造时间非常久远 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到2200年左右 蓝色的部分代表第八座和第九座城市 它们的历史最短 大约是公元前750年以后的罗马时期修建的 而我们最关心的 木马图城记里那座城市 其实是第六座城 也就是图中的红色区域 它的建造时间在公元前1700年到公元前1200年左右 如今我们在现场能看到的 也就只有一小圈城墙和几处房屋的遗迹了 你看它这个城墙是这样斜坡斜上去的是不是 但实际上它原来的那个城墙 上边是一开始是比较坡比较平缓 然后到上面是垂直 再往上是这样卷过来的 就有点像日本的那个城堡似的 这样的话呢 当你敌人往上爬要攻城的时候 你这块你还可以搭梯子爬 但是爬到上面它那个墙卷过来了 那你就爬不了了 所以那是很难攻上去的那个时候 而且你看这个地方 它实际上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城的入口处比较宽大 但是越往里走就越窄 这个实际上也是在那个地方 越窄的地方就一夫当官万夫莫开 所以你从这块大军攻到这来的时候 要进入很狭窄的巷道的时候 你人多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的 再有呢 狭窄了以后 从上面把那种烧热的铜油 从上面往下倒 就可以起到封杀敌人的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那个时候的那个城还是比较 建造的还是很科学的 但是今天其实已经看不太出来了 这种感觉 所以你需要凭借你的想象力 想象当年是一个什么样子 在特鲁伊战争时期 这座城里大约有3000居民 他们凭借又高又厚的城墙 挡住了希腊联军长达10年的围攻 据说当年的城墙有8到10米高 墙体是由精确切割的石块紧密排列而成 既没有缝气也没有沙江 这样的建筑工艺 对于一个还没有进入铁器时代的民族来说 真的是非常难得 公元前1700年到现在都已经三四千年的历史了 而且又是从地下挖出来的 所以基本上仅仅能看出它的格局 但实际上你已经完全看不出它的原来的样子了 其实无论是麦西尼还是特鲁伊 他们的繁荣都高度依赖于海洋贸易 而这场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 正是为了争夺海洋贸易的主导权 在地广人西的上古时代 尼罗河以西的北非和亚德利亚海以西的欧洲都还没有发展起来 所以地中海东部实际上就是古代西亚与欧洲海洋贸易最精华的区域 在那个时候 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和中东的两河流域是物场最丰饶的地区 在他们的商品向外输出的过程中 沿途那些占据关键战略位置的城邦逐渐演变成为重要的贸易节点 由此也变得越来越富裕 越来越强大 而麦西尼和特鲁伊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从两大流域前往欧洲的贸易商路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条 一条是经由克里特岛和麦西尼垂入欧洲 而另外一条则是经由小亚象和达达尼尔海峡到达欧洲 而特鲁伊正是凭借恶守达达尼尔海峡的绝佳位置 将黑海到地中海沿线的贸易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并由此获得了巨额利益 这无疑对麦西尼所在的希腊半岛构成了严重竞争 正是为了消灭对手 独享贸易红利 麦西尼国王阿加门农才会亲率大军发动对特鲁伊的战争 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整个特鲁伊第六代古城的最高点 这个地方是一个山坡之上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视野非常好 这块有一处遗迹就剩几块石头了 以前是雅典娜的神庙 非常高 建于高山之巅 以前最早的时候像公元前大概一千多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爱琴海离特鲁伊古城是非常近的 那边是大海 是可以看到的 但是距这儿现在已经有十公里了 那是因为水退掉了 最早的时候特鲁伊就在这个海边上 别的国家的船只来到特鲁伊这块的时候 他首先会看到山顶上的这个神庙 神庙修建的漂亮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这个国家强大 你看今天的这个大海应该在远处 你看那还可以看到一点大海的蓝色 对不对 还有船呢 那个地方离这儿已经是十一公里远了 真是沧海桑田 我眼前这片开阔的平原 其实是由卡斯曼德河携带的尼沙淤积而成 而在特鲁伊战争时期 这里还是一片宁静的海湾 由于附近海域的北风十分猛烈 所以很多往来的商船都会进入海湾躲避风浪 他们带来的丰富商品 使特鲁伊迅速发展成为爱琴海东岸最大的商贸中心 可以说 恶守达达尼尔海峡和紧临避风港这样的双重地理优势 就是特鲁伊最重要的财富密码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这九座城市都要建在同一个地方了 其实《穆玛图城记》的故事来源于古希腊诗人河马 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伊里亚特》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人们一直认为特鲁伊城只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国度而已 直到1870年 德国考古学家施里曼的一个惊人发现 才让尘封4000年之久的古城重建天日 我眼前这条宽阔的坡道其实是古城的西大门 正是在这里 施里曼挖出了震惊世界的普利阿姆宝藏 其中光是一顶金面就有16300多个金片组成 施里曼发现的这座古城 其实是遗址下方九座城市中的第二座 虽然它建造的时间比特鲁伊战争早了将近1200年 但保存下来的遗迹却更多更完整 就在不远处的一座神庙遗址上 我看到了4300年前修建的泥土砖墙 虽然它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堆红色的泥巴 可这却是整个遗址中最古老最接近历史真相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这块的这些砖头 这个是很早以前的 以前的城墙就是类似这样的 它那个时候的砖就是拿黏土 放在一个方块形的一个模子里头 然后放在太阳地底下给晒干 然后往里头用来垒这个城墙 像这块的这些砖头呢 历史是公元前2550年到2200年之间 这个地方已经是第八到第九座特异古城 这个是公元前八世纪的时候修建的 属于罗马帝国统治时期 这个地方是作为一个宗教的祭祀场所 遗址上建造的最后一座城市 大约是在公元85年的罗马时代 当时这地宗教活动盛行 所以直到现在还能看到很多圆形的献祭坑 在献祭的时候 祭祀们会把宰杀好的牲畜架在坑洞上面焚烧 将鸟鸟上升的烟气作为敬献给神灵的礼物 并借此祈求神灵的庇佑和祝福 到了罗马时代后期 随着海湾的淤瑟和军事坦丁堡的建设 整座城市失去了赖以繁荣的地理优势 逐渐陷入了衰退 到公元500年以后 这片喧闹了几千年的土地终于安静下来 过往一切的繁华全都隐没于黄土之中了 的确 在时间面前 没有任何一个王国可以永远强盛 也没有任何一种文明会永不屑目 在攻陷特勒一致后 麦西尼王国虽然如愿以偿地取得了东地中海的贸易霸权 但长达十年的战争消耗 早已令它元气大伤 由此走上了衰亡之路 当国王阿加门农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故土之时 他不会想到自己骄傲的人生会最终结束在妻子的手中 更不会想到有着灿烂文明的希腊半岛 会在不久的将来惨造多利亚人的蹂躏 从而倒退回近乎野蛮的黑暗时代 这场为了利益而爆发的战争 却最终让交战的双方都走向了衰亡 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讽刺 告别了特勒伊古城 我继续向了希腊半岛进发 在那些崇山峻岭之中 还有更多灿烂的古代文明等带着我去探索和发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